首先要带您来关注的是最新的国际消息 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这个拉瓦勒市呢 8号早上的8点半发生了巴士冲撞脱婴中心的事件 造成了两名儿童死亡还有6个人受伤 从画面上呢可以看到这个巴士的车头 是直接撞进了建筑物 而事发的当下呢正是父母忙着将孩子送往日拖中心的时间 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 这名51岁的司机因为杀人罪跟危险驾驶罪被捕 而根据警方的初步调查 肇事的驾驶是在运输系统工作了10年 并没有犯罪的记录 不过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呢 警方还在调查当中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